詞曲 李宗盛 《氣氧的成長》 這麼大 《氣氧的成長》看起來好像很少 《氣氧成風則散,戒水則止,五人聚之始不散,行之時有止,故味之風水》 《氣氧的成長》 《氣氧的成長》 以現在的廣義的解釋 我個人覺得應該解釋成磁場 《氣氧的成長》 《氣氧的成長》分成內兩篇、外一篇,四個等級 分別是《地理開語》、《陽宅》、《陰宅》的基準 但是呢,我們在研究或者是在了解這樣子的這個學問的時候 其實它不是,它是起來有志的 它並不是就是杜鑽出來的 那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非常複雜又高深的統計學 但是不會因為它信,你就存在 不信就不存在 所以我個人覺得應該建議大家 最好就是研讀了解之後作為生活的參考 但切記啊,不要過分的誠意 因為我有一個客人,早上下床 那左腳先下來 我說這個也太誇張了 然後我跟他講說你為什麼要左腳先下來 他說老師說我的左邊是比較好 要從左邊帶氣帶到右邊 他說那你洗澡是不是要先洗左邊 左半邊洗完再洗右半邊 這個就有點過頭了 所以我覺得當成生活的參考 這個剛剛張總編輯講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學問如果會的話,不錯 居家生活良方 你會不會被江湖出的騙 你回去自己補壞 你自己知道他講的真實 但是大部分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七分 風水佔三分 所以這個 請大家不要過於承認 我們今天講的,我把它分成幾個部分 就是先讓我們自己先了解自己 先了解自己一下 各位看到我手上這本是什麼 這本應該隨便到個廟寧都拿得到 這本叫黃曆 我們都知道這個叫黃曆 其實光一本黃曆怎麼看 大概學問就很多 我大概舉一兩個例子 然後我們來借用一下先人的智慧 然後讓自己更了解自己 兩樣事 第一樣是找出自己的錯向命 比方說你是什麼樣的命 你是東四命還是四四命 第二個呢,找出你的九星方位 你叫九星方位 就是 九星是在天上轉的不一樣的星 還有人齒 它到某一段時間的時候 因為它會轉 所以呢 那個星如果對你比較好 其實 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方位 在那個timing 然後你到那邊的時候 對你自然會產生一些不錯的反向 沒錯 겠습니다 明天